生命在不断的轮回 历史犹如一场精彩的大戏 当我们摆脱人类维度的束缚 能看到多少曾经难以想象的故事 在这个合集里 我们一次为您揭开 中国历史上四位家喻户晓的神人 原来竟是同一个人的传奇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历史上的四位 如同神一样存在的人物 谁呢 分别是江子牙 孙斌 诸葛亮和刘伯温 为什么要说这四位 据说这四位那可都是同一个人的元神所转生的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文史大官员 我是大鹏 话说这三千多年前 商朝的西伯侯机昌 善用这周一样推算胸疾 有一天要出门 出门前为自己捕了这么一挂 得到了浴室可了不得 所获是非龙非痴 非虎非疲 所获是霸王之父 什么意思呢 说今天出门 不会遇到龙虎 而是能遇到一位 辅佐自己成就这么一番霸业之人 谁呢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江子牙 而在风声演艺中 这江子牙的出场 那就更增添了一些神话色彩了 说这夜半三更 文王啊 正着梦中 忽见这东南方一只白个猛虎 是泪声双翼 向自己的帐中啊 扑来 文王急叫左右 只听着台后是一声的响亮 火光冲天 文王惊醒啊 下了一身的香汗 文王做的这个梦就叫做飞雄入梦 而江子牙呢 据说就是这飞雄转世啊 江子牙道号是飞雄道长 说起这个飞雄的由来呢 还有这么一段呢 有意思的故事 说这上古时期啊 有这么一只神兽 叫做飞雄 一心想要修道成仙 想要上昆仑山呢 要拜原始天尊为师 可是这动物要想修道成仙 是谈何容易啊 这三百年一小节 五百年一大节 就算是天界的神兽也不行啊 所以这原始天尊告诉飞雄 要想修道啊 的投胎转世 得有人身才行 为了表示自己这修道的决心啊 这飞雄是常跪在昆仑山下不起 知道自己是肉身跪死 大风也吹散了海谷 这魂魄才入地狱 转生成江子牙 江子牙这才在自己 三十二岁的时候 如愿以偿的上了昆仑山 跟随原始天尊修道 一晃修了四十年七十多岁了 有一天呢 原始天尊呢 把江子牙叫来说道 徒儿啊 你肉体凡胎生来命包 先到南城 只可受人间之福 正好这腾堂气数已尽 周始当兴 于我代劳 风神下山 辅主明主 身为将相 也不忘你这上山 修行四十年之功 还不快快收拾行囊 下山去吗 这江子牙没想到 自己勤勤恳恳的 在昆仑山上修炼了四十年 到头来 自己竟与这仙道无缘 无奈之下 也只好告辞了师尊 下了昆仑山 下了山 这七十二岁的江子牙 在朋友的引肩之下 这才娶了六十岁的黄花大闺女 马氏 做了自己的媳妇 人间烟火的日子 对江子牙来说还真是不好过 在昆仑山修行四十年 出了整日的挑水烧水炼丹 这江子牙别的没学会 甭管是卖沼丽卖面粉 只要是江子牙挑着挑子出摊 整个昭歌城 别说人了 连个鬼都看不见 马氏一看这江子牙 简直就是废差一个 干啥啥不行 是吃啥啥不剩 天天挤对着江子牙 江子牙实在是没法子了 干脆吧 干自己的老本行 干什么呢 给人算卦 没想到因为算卦 才惹下这他天大货 烧死了玉石琵琶精 得罪了打击 被召到了昭歌城 结果江子牙一看这赵王辉勇 干脆是气瓜而逃 打算投奔西齐 这才在渭水旁钓鱼 等候着西伯侯机昌 引出了这么一段精彩的对话 在江子牙的兵书六套中 第一个故事呢 就记录了江子牙与文王相见的故事 说文王啊 出行前占卜 得知此次诸行将会在渭水旁边 遇到上天派前来 辅佐自己三代的帝师 于是是借斋沐浴三日后 才郑重其事的出行了 文王坐着车来到渭水旁边 只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呢 正在河边钓鱼 上前询问老人家您这是在钓鱼吗 这老头啊撩起眼皮子 看了西伯侯一眼说 但凡来钓鱼的都是想钓到鱼 不过需要些手段才能让这鱼啊上钩啊 就是说这鱼饵吧 普通的饵只能钓到这小鱼 要想钓到深水的大鱼啊 看见没有 你得需要这大鱼饵 如同治理国家 要想招揽人才啊 去受以高官厚禄啊 文王啊 莫不作声就继续听 老人又说了 水面平静而水深的地方啊 通常是鱼聚集的地方 君王亲和有容忍之量 有才能的人呢 才会聚集而来 文王听吧 是频频的点头啊 江子呀又抬头描了文王一眼说 这鱼线下面挂着的鱼儿啊 鱼贪想这美味 就会被鱼线所牵住 成为我的盘中之餐 左人也如此啊 受以高官厚禄 臣子就会任由君主驱使 圣德的君王呢 会用道德潜移默化的方式呢 是教导人民 天下归心 百姓将不再受此疾苦 之后天下太平啊 文王赶忙问道 怎样才能使天下归心呢 哎 老人就说了 要以家为基础取国 国则被据于己有 以国为基础取天下 这天下才能被征服 能与天下人共同分享呢 这就是忍耐 解决人们的苦难 解决危机之中便是恩德 能为天下人谋求利益 让人好好活着呢 这就是王道 王道 忍耐和恩德所在啊 天下之恩就会归附 文王听吧 赶忙的上天一步是义公道地 说道先生讲得太好了 您就是上天派起来 助我的三朝帝师啊 赶忙请江子牙上车 不过此时啊 江子牙为了试探文王的诚意 就以自己是颜迈体弱 腿脚不变为由 让这文王啊 背着自己走 文王啊 赶忙的是亲自俯下身子 背起江子牙 直到背不动了 让江子牙上了自己的车 让儿子拉车直到啊 走不动为止 文王背着江子牙呢 走了四十八步 这对应这周朝啊 出了四十八位皇帝 儿子拉着江子牙走了八百零八步 就对着周朝是八百零八年的江山 灭掉上朝之后 江子牙是奉旨封神完毕 回到昆仑山呢 拜见自己的师父 元氏天尊 毕游床前 元氏天尊还是这样一句话 徒儿啊 根基浅不过 所以这一世没有修成 还需再到人间转世修炼 还望有朝一日成为大罗金仙呢 于是对江子牙说 你去吧 这次下世修行啊 给你安排九窍玲珑信的人体 不过这九窍玲珑信五百年才会有一个人 于是这江子牙就坐等了五百年 转生成了孙斌 这孙斌呢 生下来变聪明伶俐 非同凡人 跟着师父 鬼谷子是学习兵法战术 鬼谷子是高深莫测 精通百家学问 看出孙斌呢 是江子牙转生 更是对其极其的喜爱 鬼谷子心里明白啊 上辈子江子牙虽然是奉旨奉身 可是这战争中毕竟死了很多人 这辈子转生成孙斌 此生啊 必有劫难 但不会伤及其性命 一同败在鬼谷子门下的呢 还有孙斌的大师兄旁娟 这一晃学艺三年了 旁娟就开始耐不住性子了 觉得自己已经是血有所成了 把事业那么大 想要去闯一闯了 刚好魏国在重金选先 网球将相 旁娟去应征 离行前呢 鬼谷子让旁娟呢 随便的取来这么一朵花 为他占博了一挂 告诉旁娟 你的运势是欲扬而荣 欲马而翠 并且是再三的警告 切不可骗人 否则是害人害己 离行前旁娟向孙斌许诺 功成名就之时啊 定会邀请孙斌是共享荣华 倘若违背誓言 定死于这万箭之下 下来山的旁娟是贫不清云 大受未亡的赏识啊 这卫王听说旁娟还有一个同门的师弟孙斌啊 也是这人中的龙凤啊 秋仙若可 卫王呢 准备后里就派人到了鬼谷呢 请孙斌出山 孙斌下山前照常的鬼谷子啊 也让孙斌呢 去采了一朵花 也为孙斌呢 占卜一下此次的前程运势如何 当时是秋风瑟瑟送阴凉啊 孙斌间鬼谷子的鸡岸上的花瓶里啊 刚好供养着这么一只黄菊 就取出菊花给鬼谷子看 随后又把这花插回到屏中 鬼谷子看了看这花 又看了看孙斌说道啊 此花虽被折断不完好 但句话是信奈遂寒 金霜不坏 虽有残害不算大凶 它是被供养在瓶中 被人喜爱 被人看重 这花瓶呢 是金属筑成的 来属于中顶一类 预示着 你最终会走出困境 名城大镇 但此花呢 再经提拔 也恐怕一时不能得成心意 你又把它放回瓶中 就预示着呢 你的功名最终在故土 这样吧 我呢 为你改一下名字 可图进取啊 此时的孙斌呢 叫做孙斌 鬼谷子断完他的前途之后呢 在斌字的旁边呢 加了一个月就成了孙斌 其实鬼谷子啊 早已料到孙斌的难逃月行 只是天机不可泄露 临行时呢 鬼谷子啊 又给孙斌的一个锦囊 再三的祝福 万不道生死关头 且不可打开此锦囊 孙斌呢 这才拜别了自己的师父 鬼谷子 跟着魏国使者下山登车而去 到了魏国 旁圈表面是笑脸相迎 可这心中是暗暗不爽 又得知自己下山后 鬼谷子又把这 密布传人的孙子兵法十三篇 偏偏的交给了孙斌 这可真是给自己心中添堵啊 难怪自己与孙斌在这延屋场的阵法演练中 自己所摆的阵法孙斌一眼便知 而孙斌的阵法自己是左看右看 怎么看也看不懂 原来孙斌的才能是远超过自己呀 旁圈是彻夜难眠 唯恐日后啊 必然是屈居其下 自己在魏国的位置是朝不保夕呀 心想只有先下手才能处此后患呢 哎 这一日心生一计 在一次宴会上 这旁圈就假惺惺的问孙斌 想要套一套孙斌的口风 就说道 兄长在为国为官 不知是否想念自己的故土啊 是否经常与家人互同书信呢 这孙斌呢 本是齐国人 可是当时齐位两国一直处于敌对状态 所以呢 孙斌是隐忍思想之情 孙斌不知世纪啊 就将自己的家世是一五一十的 告诉了旁圈 没想到半年后一日 有这么一个齐国口音的男子 来找孙斌 说自己啊 带着这么一封孙斌唐兄的书信 这孙斌打开书信这么一看 哎 信中啊 唐兄的口吻讲述思想之情 盼望孙斌能早日回乡 和这父老相见 孙斌不宜有他呀 就赶忙的写了封回信呢 请人带回 可没想到 这来人并非是齐国的同乡 那是这旁娟的心腹家丁 就这样 旁娟是轻而易举的就得到了孙斌的回信 就模仿孙斌的笔记呀 伪造了这么一封 孙斌打算背叛魏谷 投奔其一国的信 作为通敌的罪证 交给了魏王 另一面呢 他又劝说孙斌向魏王请辞啊 回乡呢 看看自己的家乡父老 得到书信的魏王 切得直言要杀死孙斌呢 旁娟呢 又假惺惺的说 哎呀 大王大王息怒啊 恐怕孙斌是一世死相心切 一念之差 组成大错呀 还望大王您念在孙斌 与我手足情深 免其一死 改为悦心 你看看 这旁娟呢 就彻头彻尾的一个心机难 此时啊 遭受跃行的孙斌 已然是废人一个了 不过要想除掉他并不难 此时呢 旁娟心里惦记的是 孙斌手里的孙子兵法十三章 转过头来 旁娟把这已经残废了的孙斌呢 接回自己的府中 百般的照顾着 此时啊 孙斌还蒙在鼓里呢 面对师兄对自己的 无微不至的关心 这心里啊 十分的感动 在旁娟的殃旧之下 孙斌呢 也觉得自己啊 已然是个废人一个 也不可能再有机会领兵打仗 干脆就默写出这孙子兵法十三章 打算交与旁娟 旁娟府上伺候孙斌的这么一个贴身的用人呢 心中实在不忍 于是就偷偷的告诉了孙斌 原来这一切啊 都是旁娟社的局 只为骗得孙子兵法 听到这儿 孙斌是不禁的倒吸了一口冷 冷气啊 写完兵法之日就是自己上西天之时啊 是万万没想到啊 在自己眼中情同手足般的师兄弟竟然能对自己下如此之毒手 不过现如今自己在旁娟的府中这周围啊 又都是旁娟的耳目 况且眼下自己也没了双腿 这插翅难逃啊 难道说我命该如此吗 想到这儿孙斌是潜然累下 突然之间 孙斌想起了 临行前鬼骨子交给自己的锦囊啊 这赶忙的打开锦囊 直接上面三个字 炸风魔 孙斌呢 孙斌呢就开始是风言风语的装风卖杀 整日的头不梳脸不洗 旁娟呢 恐怕孙斌是炸风 就派人将孙斌呢扔到了猪卷 派人暗中的监视 没想到这孙斌呢 干脆在猪圈里是吃喝拉撒睡 甚至到吃屎咽尿的程度 这才骗过了旁娟呢 最终在齐国使者的帮助下 孙斌是历尽千辛万险来到了齐国 这一番折腾啊 可谓是受尽了人间的磨难 把这上辈子欠的债呢 也都还了 孙斌与师兄旁娟是马铃一战 旁娟是万箭穿身 死于了大树之下 马铃一战之后 孙斌挂七国相印功成名就 却归隐修行 最终是得道成仙 开支开会呢 知道了自己啊 上辈子是江子牙 转世而来就是为了修道成仙 如今已经成仙 却发现自己啊 双腿一损 如果像这样成仙的话 自己岂不要永远坐在轮椅上 有损险家为言 于是孙斌决定再次转世修行 咱们呢 书接上文 这上文书 咱们说到成仙之后的孙斌 知晓了前因后果 明白了自己这一世的转生啊 不为别的 就是为了修道成仙 可此奈自己是双腿一损 于是决定了再次的转世修行 这转眼呢 就到了三国了 这一辈子 孙斌转生成了大名鼎鼎的诸葛亮 只见这孔明是三观赫场啊 手摇雨扇 端坐于四轮车上左右24人批发仗剑 前面一人手持造翻 隐隐似天神礼伴 诸葛亮面对三军 端坐在四轮车上是悠然而出 就在这轻摇雨扇之间运筹帷幄 是决胜于千里之外 这上辈子的残留记 有的时候呢 会在这一世的生活习惯当中呢 有所体现 多半呢 可能是上辈子 孙斌因为受了这月行所致 所以这一世啊 诸葛亮腿脚是没毛病 可就是喜欢坐着四轮车 这诸葛亮小的时候啊 就和别的孩子呢 不一样 怎么说呢 别的孩子啊 三岁就开始说话了 可是到了诸葛亮这五六岁了 好端端的一个孩子 没有缺彩的地方 可就是不会说话 哎呦 这个愁坏了爹娘啊 到处的是求医问药 也不见效 一转眼这孩子呢 已经八岁多了 眼看着小孔明一脸呢 聪明伶俐的样 可就是不会说话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 村里呢 来了这么一位老道 花白的胡须是先锋道鼓啊 村里的孩子们见着老道啊 就围着他转看个新鲜劲儿 这小孔明呢 也在这群孩子里跟着这么跑着 老道一眼就认出了孔明 一伸手啪的一下 就抓住了小孔明的小手 说到投钱带路 小孔明呢 也不害怕 就拽着老道啊 就来到了自己的家中 父母一看 家里来了一位道长 是赶忙上前 是身世一理 不知道长前来 有失远迎啊 就赶忙的 请进屋里来 为这老道啊 准备了斋饭 老道说自己呢 就住在离此不远的一座山上 今日里呀 特地为小公子的病 是下山而来 道长呢 捋了捋须说道 我见你家小公子 天资聪慧 也与频道很有缘分 只好哑并啊 并不难 不过频道呢 有意收他为徒 要带回山中修行 不知二位意下如何呀 父母一听 有高人要收自己的儿子为徒 赶忙的答应 此时呢 在旁边的小孔明 恭恭敬敬的 跪在老道面前 邦邦邦的 磕了这么三个响头 起身之后啊 张口就能叫爹妈了 哎呦夫妻达高兴的是合不拢嘴 没想到真是见到活神仙了 于是孔明这才拜别了自己的父母 跟随道长回到山中修行 从此啊 孔明跟随道长学习天文地理八卦和兵法 这老道呢是一样一样的都传授给了诸葛亮 寒来书往是春去秋来 这一晃五年的时间了 孔明是每天准时准点的上山上求教 哎 这一天呢孔明刚刚下山不多时是天色大变 过人就是黄蜂打塑水 暴雨清闻 刚好这半山妖术有这么一座破庙 孔明赶忙的跑进庙门里啊 打算闭屋 哎 刚要走进这庙门 只听着支妞妞一声 这庙门呢 打开了 迎面出来一位妙龄女子啊 十二三岁 名模号尺是略是粉带 楚楚的动人 哎 孔明就愣住了 这一愣神的功夫呢 女子啊 扑哧的一声笑了 冲他招了招手 公子啊 外面雨这么大 快进来避避雨吧 孔明这才缓过神来 赶忙的答应 外腿啊 就进了庙门 这孔明和女子是一对孤男寡女的 在这庙里避雨 孔明啊 也不敢抬头看这女子 只好是低头不语 没想到这女子啊 倒是很大方 对孔明说道 公子 我在这山上 上上下下好几年啊 偶尔遇到个人呢 也都是些 侨夫或者是上山采药之人 未曾想 今日里能得见公子您这样的读书之人 小女子我不才 平日里也喜欢读书下棋 来日方长 公子您若不嫌弃此地 可随时到此落脚 我陪你下棋聊天 可好啊 听女子这么一说呀 孔明扫了个大红脸 自己是支支吾吾 半天也说不出来一句整话 只好是频频的点头答应 此时是天色已晚 孔明是赶忙起身 拜别的女子时 匆匆的下山而去 可打这以后 每次经过这里 那女子啊 都非常热情的招待孔明 这两个人有的时候呢 下下棋 有的时候聊聊天 还是开心呢 不知不觉 孔明听道长讲道的时候 脑子里啊 要么开始溜耗 要么就开始犯迷糊了 对道长讲的话呢 也听不进去 也记不住了 这一天道长呢 就拿起这龙头拐着 冲着孔明的脑袋 敲了这么一下 说道 风不来 树不动 船不摇 水不昏 你随我来 说着孔明呢 就跟随道长两个人来到了庭院之中 问道 徒儿 你可知此树为何长不大吗 这孔明呢 就顺着道长手指的方向 看到庭院里啊 有这么一棵小树 此时正值春天 这庭院里是满原春色呀 可是这棵树啊 已经有些枯萎了 虎明天之聪颖啊 一眼就看到了树上长着的葛藤 哎 说道 树长不大 是因为葛藤缠身 当下自己就明白 这是师父 点化他 这女色犹如软藤 一旦被缠住啊 将难以生长 道长见他已经明白了 叹了口气说的 哎 那女子啊 并非凡人 乃是天公的一只仙鹤 因为偷吃王母娘娘的攀桃啊 被变到人间受苦 不想这仙鹤 不思修行 而是一味的贪笑安乐 你若被他的美貌迷惑 再这样浑浑饿下去 恐怕是前功尽弃啊 听到这儿 孔明赶忙的 跪在师父面前 师父 我错了 我改 道长呢 道长呢 点了点头说道 嗯 这美满子时啊 这仙鹤会飞进天河 他的衣服啊 就会留在这庙中 你可趁机用火烧掉他的衣服 这样呢 他会献出原形 不过我怕这仙鹤 不会就此善罢干修 你可用此防身 说罢呢 道长就把这龙头杖交给了孔明 这一天晚上呢 听到桥楼外是鼓打三更 孔明啊 赶忙的就奔向这破庙 只见这一道白光的仙鹤飞向天河 自己这才是推门而进 这一眼呢 就看到地上的这么一堆衣服 自己用火就点着了仙鹤的衣服 是火是越烧越大 一时间是火光冲天的 仙鹤一看不好 这庙里是一片火光 赶忙的冲了下来 这半空中就听到有个女人的声音说道 好你个妄恩富裕之人 我本无意害你 你为何这般对我 说着 奔着孔明就来了 这孔明赶忙的拿起这龙头杖 一把就把这仙鹤是打翻在地 仙鹤一看不好啊 这赶忙的扑了扑翅膀 挣扎了几下是腾空而去 就落下了几个仙鹤的围雨 孔明为了提醒自己啊 不要荒废学业 这才用这个围雨制成了一把扇子 带在自己身边作为借鉴 从此诸葛亮开始潜心修炼 直到遇到刘备三谷茅庐 转眼呢 又是一个500年 到了大明朝 这回呢 转生成了刘伯温 刘伯温是浙江省青田县南田人 从小是勤学苦读 智慧超群 这11岁啊就考中了秀才 相见的父老的都称他为神童 由于刘伯温是精童天文弟弟 一扬八卦可以是未卜先知 如同啊半个神仙一样 在这刘伯温给朱元璋当军师打天下的时候啊 这每次打仗以前朱元璋都得问问刘伯温啊 这仗啊 该打不该打 如果刘伯温说可以打 那最后这仗啊 肯定打胜 如果刘伯温说不可开战 刘伦璋就不敢打 所以民间有这么句谚语叫做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 刘伯温呢 传说啊 刘伯温居住在绍城的时候 恰好呢 就住在了孔明的旧府 这一日啊 自己在府中这么闲逛 无意之中这么一抬头 嗯 刘伯温呢 愣了 原来眼前有一块大扁 上写五个大字 天下第一人 刘伯温心中好是纳闷 谁呀 这么大的口气 随口啊 就问了问自己的随从 这天下第一人不知是哪位啊 回答人 这可是三国时孔明先生所留下来 哦 刘伯温这才点了点头 微微一笑 心想孔明啊 孔明 虽说是难得一见的奇才 不过这六次北伐中原无果 明知天意不可为 而为之也网成这天下第一人 想到这儿 吩咐左右 来呀 把这台扁给拆了 哎 左右随从赶忙的搭梯子 这么几个人呢 是七上八下的 动手啊 拆着牌匾 这拆着拆着 哎 突然发现这中间还有这么一块小牌匾 上写一行四言诗 前朝军师诸葛亮 后朝军师刘伯温 五百年前武之乳 五百年后 辱之谁 刘伯温一看 让朱元璋得了天下之后 这一日啊 无意志中自己经过这么一座庙 只见这庙里有座师碑 背上写着 先将上后孙病 五百年前诸葛亮 五百年后 刘伯温 刘伯温啊顿时明了 原来自己前几世的转身啊 都是为了修炼得道成仙 于是是隐士修行去了 刘伯温在为周元璋出谋划策的时候啊 也推断出了后世发生的很多事情 他留下的预言呢 为后世有很大的提醒作用 其中三大预言分别是烧饼歌 金灵塔碑文和旧节碑文 在金灵塔碑文的一开头啊 就写到金灵塔金灵塔刘姬剑戒时差 这刘姬呢 就是指刘伯温 这金灵塔碑文刚好呢 就是被蒋介石的部下发现的 你说巧不巧吧 估计啊 这蒋介石看到金灵塔碑文的时候 自己呢 也是吓了一大叫 拆了金灵塔军民自己杀 草兜相对草刀人到尾啊 只是败所归 这也应验了国共内战中的同胞互相残杀 到最终是大陆沦陷 蒋介石和国民党啊 只能是退居台湾 不过要说到最广为人知的 还是刘伯温的另一部语言 旧节碑文 也叫呢 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 是在一场地震中啊 被震出来的 这刘伯温碑记呢 处于陕西太白山 相传是在二十多年前的一次地震之中啊 一时必倒塌 人们从中啊 才发现了此悲文 就是说这悲文以这样的方式显现呢 就让人觉得很震惊了 而悲文所记载的 是更让人震惊的一个语言 在一个诸蜀年之际啊 有一场巨大的灾难将降临人间 这一场的瘟疫呢 善良的人以及呢 即使弃恶从善之人才能逃过此劫 同时啊 有一位圣人呢 在世间广传佛法 也清楚地指出了他的姓名 最后呢 这场瘟疫呢 彻底结束之时啊 人们都是真心向善 人心归正 咱们在上几期的节目中啊 也有尝试着破解着刘伯文悲记 想了解的朋友们呢 可以打开我们上几期的节目观看 大明朝到今天呢 又刚好是一个五百年 不知道刘伯文是否已经修炼得到 但是他留下的预言呢 确实给当下的大灾难中迷茫的人们呢 很多的提醒 这真是啊 人生犹如戏一台 成败任由谁安排 早知天命已如此 必将清新向摇台 好 谢谢你观看本期的文史大官员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